动态清零是在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 认真总结各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防控方针 这个方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及时主动发现传染源 第二是快速采取公共卫生或社会干预措施 追踪管理密接人员等切断传播途径 第三是有效救治患者 这个做法的目标是通过快速精准的全链条防控措施 实现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 动态清零不是要追求零感染 而是要尽快把疫情控制住 事实证明动态清零的做法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录制是对的 效果是好的 无论从确诊死亡的数字看 还是从经济发展的数据看 中国都是世界上防疫工作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